hello 欢迎学习爬春歌人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scribe关架当中 我们如何去发出这个请求 或者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个scribe关架当中 去模拟这个登录 因为一般的登录的话 也都是使用的是个post的请求 对吧 说的话我们直接去讲一个登录 模拟登录的话 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怎么就发出了个post的请求 这种功能也跟大家讲到的 好 这里面我们要说明点 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就发送这个post的请求 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这个scribe关架当中的 另外一个子类叫做什么呢 form request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去 做需要提交一些真的表当数据提供的 如果想要在爬 如果想要在爬春一开始的时候 就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如果你想要在爬春 就是一开始就去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那么这是的话我们就要去重写 这个start start request这个方法呢 为什么需要去重写这个方法呢 因为这个方法的话 如果你不重写 那么他默认就会去读取那个start 就会去读取那个开始约当中 那start 那个列表当中的那个约 然后把这个给发送出去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满足我们的条件啊 而且他发送出去的话 他才有的是那个get的请求 那么我们第一刚开始就要就发送这个post的请求 所以的话我们就不能让他这样子做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就要去重写这个start request这个方法 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以这个登录人人网为例来跟大家讲解 好吧 来跟大家讲解啊 好 这地方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一个项目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d啊 然后的话cd点点啊 cd到这个scipydemo啊 好 这个我们来创建一个项目啊 叫做scipyscrappy 然后是star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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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ject 然后是这个项目叫做人人啊 这叫做人人 或者是我 我这个名字啊 就是取得不是很好啊 我把这个删掉 再来再重新来一下吧 叫做人人登录啊 人人logging啊 好 创建完这个项目 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再来创建个扒出 好吧 这时候我们就要穿进这个扒中 我们就让他穿进一个普通的扒中 就可以的啊 好 那么这scipy 只因sbd啊 然后是这个扒子的名字 就叫做人人啊 然后啊 他的那个域名就是人人点看目 多点也人人点看目啊 好 这车就完整 又接下来 我们再来用这个拍上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打开啊 这里边我们来找到啊 找到这个scrappydemo里面 这个人人logging啊 等一下 那个那个再打开啊 好 这样的话就打开了啊 这样的话就打开了啊 那么下面的话就有我新建的一些这样的文件 对吧 以及这个扒出这个这个东西啊 那么现在的话啊 我们要啊 我们现在啊 就是说这个项目啊 我们一开始去让他爬这个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就要去登录啊 就要去登录啊 所以这的话我们就不能啊 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去重写那个什么呢 必须要去重写那个stard啊 stard request那个方法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方法把它给删掉 然后是df start sd 呃request 看一下那个啊 哎是叫stard对吧 走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改这个设置啊 没有改这个设置啊 改一下这个那个解释器啊 改一下这个解释器啊 好 这个地方就是重写这个stard request啊 那么这样吧 我们在重写这个stard request这个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带大家来看下这个扒出他里面的这个啊 stard request这个方法 他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啊 这个stard request的话 这个地方前面这部分你都不用管 你只要看的是这一部分好吧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从这个stard us当中 就是从这个stard us当中 去遍离所有的这个链接 然后的话再去发送一个这样的request的请求 并且这个request这个请求的话 如果你没有给他指定这个master 他默认采用的就是这个get的请求对 说的话 他这个方法就直接发送了一个真的get的请求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满足我们的条件 所以这的话我们就要去重写这个request啊 重写这个stard request这个方法啊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再去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啊 好那么我们登陆人人网的话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吧 就是你通过一个接口 然后的话传递一个啊数据 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把它给发送出进去了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 呃来写下啊 那怎么那个我们先写那些东西之前我们先把这个啊配置信息先把它给写下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制作为这个force啊 把它给制作为这个force啊 然后的话这个啊默认的请求头 我们也要给它加一下吧 我们随便来找一个好吧随便再找一个啊 拿到这个地方来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 呃再回到这里啊 回到哪里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 回到这个request库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有那个人人网的那个东西啊 把这个这是人人网的那个登陆的接口对吧 登陆的接口啊 拿过来 好这里啊 是这个地方定义这个ur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知道的话他还有一些呃其他参数啊 就是约这个用户名和这个密码吧 有个名号码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post的请求去发送就可以了啊 好那么这的话我们来定一个request对象啊 也qusd等于这个什么呢 scribe下面的一个叫做form request啊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去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 并且可以携带一些真的表当数据的啊 携带一些真的表当数据啊 好那么这个ur给进去 然后的话form data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data啊 然后如果登陆成功以后 该执行哪一个回调 这个地方我们也给他指定一下啊 callback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serve.pass啊 配置好吧 好这地方我们来定一个bfpise配置啊 这个地方response ispose啊 pass信不写了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request对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ear回去啊 就返回一个这样的啊 请求对象啊 在只要这个爬中一开始 他就会去直接这个start request的话吧 就会就会就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那么的话就会就发送我们这个请求 而不是发送这个什么呢 start us当中的这个请求对 好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pass page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解析这个人员的数据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为了引试啊 为了引试我们这个呃 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是否登陆成功 我们就将这个返回来的这个h的面代码让他写入到本地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来让他写到本地 为之open啊 是那个人人 点h的面对吧 以写的方式打开 然后是那个encoding是这个udf干吧 对吧 然后是fb 然后是fb.write 然后是那个response.tsd啊 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运行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个这样的开始的脚本啊 好 然后是from这个什么呢 scipy import 就是这个cmdlinecmdlinecmdline.se啊 然后是呃 scipy scraw 然后是这个人人 点sb的对吧 把它给转换了一个列表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右键来执行一下这个文件啊 好 那么执行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人人点脸对吧 那么我们在右键收音 explore啊 然后我们再来双击来打开这个文件啊 好能够进入到这个页面好能够进入到这个首页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前这个我们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对 好 并且可以看到我当前的这个用户的用户名啊 说明我们当前是已经可以登录成功了啊 好 登录成功以后 接下来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让什么呢 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再让他去访问一下那个需要登录才能够访问的那个页面啊 比如说我现在让他去访问大鹏的那个个人主页啊 访问那个大鹏的那个个人主页啊 就这个对吧 这个主大鹏的个人主页啊 就是某个人的那个个人主页的话 如果你没有登录你是访问部 你是访问部大的 我们来访问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直接输入这个的去访问这个主页 他是不是就让我跳整个登录页面啊 对 因为我没有登录说的话他就让我跳整个登录页面啊 所以这里的话 我为了能够验证我是否真正登录成功啊 我只要让他去请就像那个书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同样也是啊 要的或是亲定一个对象 要啊 等于这个等于这个什么呢 啊 scribe 得request啊 然后说书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大鹏的那个个人主页好吧 呃 应该是这个吧 是这个没错啊 然后的话接下来callback cibsg是等于这个self的 pass那个profile p-r-o-f-r-e啊 好 不知道来到那个首页对不对 来到首页这个地方我再去请求那个大鹏的那个个人主页啊 这样的话请求完美后他又会执行这个函数啊 又会执行这个函数啊 那么执行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啊 这个里面他是可以访问得到呢 也很简单 我们将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把它给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网易元代码写的入到本地就可以了对的 好 那么就是我一次open啊 是大鹏点 html啊 要是一写的话就打开 incode 底是这个udf-8啊 s fp fp.write 对吧 write 然后是response.tsd啊 保存价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执行完成 就多了一个大鹏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打开一下这个文件 好吧 双击来打开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进入到大鹏的那个个人主页了 对 说明我们是已经可以进去的啊 因为我们进入到那个大鹏个人主页的时候 我们这个浏览器没有登录啊 说的话他 呃 浏览器没有登录 说的话他又跳转到登录页面了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是可以看到大鹏的那个个人中心 这个里面是有对吧 说明是可以登录成功了啊 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好吧 好 这部分的话就是呃 通过这一个小拔中啊 我们呃 大家要学会的一个指点的话就什么呢 就是如何就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啊 以及如何在啊 这个爬出一开始的情况下 我就要去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是不是要去重启这个start request的这个方法吧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做个笔记啊 如果啊 如果呃呃想要啊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啊 那么必须使用啊 不是必须啊 推荐推荐使用什么呢 scipy.foam那个foamreqs的方法啊 可以不方便的指定什么呢 那个表当数据对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想在啊爬从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爬就发送post的请求啊 请求那么那么应该重写什么呢 应该重写sdardstart iqsd iqsds方法啊 在这个方法中啊发送post请求好吧 好 那么人的话还是个模拟登录啊 模拟登录 模拟登录啊 哇 你登录这个地方没什么好讲啊 没什么好讲 就是你登录完之后 你再去请求这个页面就可以了 对吧 他这些呃 session信息 他都已经把你 这些cookie信息啊 他都已经把你存入下来 对对 都你帮你存入下来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呃 登录那个大朋友那个个人主页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 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